我所理解的快感呢 其实是一种快乐和满足的感觉 快乐男生魏晨在唱歌之外 也找到了另外一种满足快乐的方式 是表演 那么这次呢 他之前在尝试过一部新的电影叫做《十七》之后 又要开始挑战新的难度了 是什么呢 挑战演话剧 电视剧《奋斗》毫无疑问是一部热播剧 日前这部电视剧又被搬上了话剧舞台 与电视剧的主演多为70后不同的是 话剧《奋斗》大胆启用了80后出生的演员 魏晨 张晓晨 于莎莎都在剧中出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在《奋斗》这个话剧里面 饰演的是陆涛这个角色 这一次我在这个《奋斗》版的话剧里面演像男 久违露面的魏晨当天的人气很高 自从比赛结束后 在电影《十七》中的首次出电 加上不久前开机的《乐火男孩》 以及这一次的话剧版的《奋斗》 都让他成为了快男涉足演员领域 最活跃的一个 魏晨平时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居多 真正的表演还没有看过 不过竟然都已经走到了话剧舞台 演技应该也不会差了 发布会当天 魏晨和搭档就现场演出了话剧中的一个片段 也让大家真正的见识了魏晨的演技 杨小 像哪 这么巧 巧什么巧 我等你呢 哎呀 真巧啊 真巧啊 你还气我 其实我特别紧张 我在台上唱歌 那些都不紧张 但是一言话 就一说话 我就特别紧张 没关系 我跟你说 我是人来风 到时候会感染你了